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今夕 何夕 如情愿 海船千回忆是一眼 眉目深情的眼 看我成风月而来 有千年胸 光智 天下 没有找到皇妃 那便是逃出去了 是否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 做成失足落水 太子那边怎么样啊 太子依然与吴雪姬交往甚密 很好 那就先拿下太子的东正寺 不过 天就要亮了 没有王妃 怎么入宫尽见地后 王妃自己逃出了王府 本王已经全力寻找了 难道还怪本王吗 是 那是否还要继续寻找王妃 找 王府那社有迷阵 他不可能独自逃出去 必然是有人帮了他 那这个帮了他的人 到底是谁 本王很敢行臣 怎么还在这儿 到底 我又怎么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啊 我再也不用自己的名字写小说了 太可怕了 我竟然跟大反派记处都只斗用了一整夜 累死我了 你醒了 就是这个男人救了我 他看起来温润儒雅 应该就让大家念念不忘的白月光男主 画清歌的表哥 季云 轩提可还有不是 没有不是 多谢 太子相救 既然你已经猜到我的身份 那我也不必再隐瞒了 我听母后说 你对三弟一往情深 但是 这次我未经你的允许 便贸然将你带出绿王府 实在是唐突了 没有唐突 我很感谢你丢了我的命 你和三弟之间 可能还需要慢慢缓和 这里很安全 你先好好在这里休养 母后那边 我会帮你周旋 你真的很好 不愧是我的白月光表哥 白月光 嗯 就是特别好 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过去吧 对不起 你对我这么好 我却那样对你 那样 对我 你 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改写大结局 把祭楚遇上千百倍 让他不得好死 昨晚的确是三弟做得有点过分了 但既然你已经逃出来了 就要隐藏好身份 不要随便暴露 尤其不要再提 祭楚二字了 好吧 我会小心谨慎的 我先回东正寺办公 等你休养好了 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啊 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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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圣经城的变化夜色 比我写的还热闹 小说世界真是了不起 母后曾说 小星表面性情畏性 不爱与人打交道 不爱认识 没想到 恰恰相反 五雪鸡每月一次的光演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好 要是想玩 也可以下去看看 终于别看到五雪鸡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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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应该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低调行事吗 如今整个圣经城 你的容貌只有我和母后知道 只要你不说漏错 就没有关系 是啊 我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干嘛自己下火自煎 行车 五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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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鸡天人啊 好 这鸡鸡 五雪鸡 一边去看看 一边 好 谢谢 四渡 五雪鸡 五雪鸡 我要走 一边来来来 什么都哄了 三星睸 lichkeit 六月二媲 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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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了 不愧是圣经第五季 从来没想过 它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好美啊 好美啊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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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老师为了让基础达成谋定 他刚出场没多久就被基础害死了 我这简直就是仙女啊 放弃下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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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告诉季云 乌雪姬会死 他会不会怀疑我的来历 好 乌雪姬 出 没 没什么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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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想拥抱青春与美貌 我可以帮你 殿下 宫阁已将霓裳武仪送给吴雪姬 吴雪姬愿意用性命交换 好 继续按计划行事 我 吴雪姬愿意用性命交换 它是吴雪姬 不过真的死了吧 小青姑娘 原来是你 学姐姐 你怎么不开灯啊 我忘记了最近 你住在这里 骂人前来 打扰了 没关系 这难道 是霓裳五衣 时候不早了 你也早些休息吧 在我小说里 五雪姬再拿到霓裳五衣的第二天就死了 当时 济云就在案发现场 所以被当作杀人凶手 而这一切 都是基础为了从济云手中 抢走东正四射的局 说不定我死了就能回去改小说 那薛姐姐就不用死了 这虽然是在小说的世界里 但是痛感非常真实 万一我没死成 伤口感染 溜弄 导致截肢变残疾 请修改小说 云西药结局 复活济云 半导基础 否则 您将会被剧情反射 难道 是要我留在小说中 改想结局 干掉基础 保住基云 我就能回去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足齿无血及自杀 只要我偷走霓裳武医 他就不用死了 这样 我就可以改变结局回去了 哪来的小霸王 什么货色 也配当本王的道 这户居然是个王爷 莫非 莫非 他就是 寄云的二弟 寄处的二哥 圣经第一纹困 齐王济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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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校 这有什么好玩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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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是个什么玩家 不就模仿吴雪姬吗 我记得小说里 吴雪姬住在二楼的第三个房间 这边 好 hunter 哎 我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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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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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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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殿下认识他 他曾出现在太子身边 今夜 又出现在如梦馆 你说 这是巧合吗 今夜是吴雪姬的死期 未免无事 这就去杀了他 不必 你去帮本王 给太子送心 夏德 我的药呢 雪姐姐 你真的不能再喝这个药了 夏德 把药给我 把药给我 夏德 夏德 我是来偷东西的 从正门界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点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没有人 马上就要开始表演了 人去哪了 薛姐姐 我们为什么要换房间啊 听指示便好 小诺 去把锦盒放好 霓裳舞衣 殿下 我们下发现一个臭小子 进了五血鸡的房间 去 你进去把他揪出来 我在这儿堵着 殿 殿下 要不咱俩一起进去 两个人好抓 本王好歹是堂堂大梁国皇子 进这种五姬的房间 太不合适了 快去 公哥 您怎么来了 这么热闹的晚上 我怎么能不来看看 你们殿下呢 殿下 屋里没人 什么 怎么回事 属下眼睁睁看着那些人 小子进来的 肯定还在这屋里 给我找 是 我为什么要请进这下 跳到房梁上来啊 为什么要躲季风 毕竟 一起季风 更可怕的是 是 我 我赶时间啊 两位大哥 我得在吴雪姬开始表演前 偷走霓裳舞衣啊 不然没机会了 殿下 这 这边还没找 你臭小子肯定从窗屋逃走了 现在追上去 肯定能追杀 殿下 我觉得这是假象 你给我追啊 是 我们认识吗 你为何这么怕我 我赶时间 我先走了 你要干嘛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平时没有要听你的话 你是我夫君吗 我是不是你夫君 取决于你是谁 你想知道我是谁 你就先告诉我 我是谁 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什么大宝贝吗 所有人都要认识你的 方才 你在找霓裳舞衣 对啊 你怎么知道霓裳舞衣在这里 我 我不知道 所有没找到啊 那你知道霓裳舞衣在哪儿吗 小诺 拿我的舞衣来 我的舞衣哪儿呢 我的舞衣哪儿呢 听话 把舞衣还回去 不 不行 我不想学姐姐死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还要去找霓裳舞衣呢 还是赶紧跟她淘淘见我吧 要把我算 怎么也算是一起躲过房梁的人 大美男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叫什么 你们 我 你们 殿下 小青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啊 树莱花潮 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这么心惊肉跳过 薛姐姐 你 你刚才去哪儿了 由于某些原因 我换到学习室去了 什么原因啊 不重要 薛姐姐 现在这个时间 你不应该在舞台上吗 我的舞衣不见了 太好了 不过 难道还有人和我一样 也想偷走霓裳舞衣 阻止吴雪姬自杀 对了小青姑娘 太子殿下没跟你来吗 他就都认私了 你 内脏腐烂 死亡时间十日 血色乌黑 中毒死亡 林武座 听说你今日查验了六具死者尸体 辛苦了 嗯 值得所在 来 谢谢 殿下 什么事 殿下 有人送个封信来 小青去了荣梦馆 他却什么管做什么 林武座 时辰不早了 早点休息 嗯 如果今夜霓裳舞衣消失了 薛姐姐放弃自杀 那我第一波改变结局 就算是成功了 嗯 他去拿个点心怎么这么去啊 难道是小诺拿走了霓裳舞衣 薛姐姐去找小诺 根本不是为了点心 而是为了舞衣 雨 沿布方 陈树荫画暗香 云水凉茫茫 空相望 隔在梦中央 举杯遥远 无处花凄凉 别君弥难忘 留意下 情愿散场 三尺红台 再点红妆 如今你又在谁身旁 我又何必成望 你总不是我的远方 只是情不知所及 撩破心房 骗我今生遗忘 与你同望 爱有多荒唐 重复这家乡 还相忘 情不知如何 终有我彷徨 奈何成人向往 任人欣赏 徒留我梦一场 怎么还渴望 恨你共赴天荒 三尺红台 再点红妆 如今你又在谁身旁 我又何必偿望 你从不是我的远方 只是情不知所及 撩破心房 骗我今生遗忘 与你同望 爱有多荒唐 重复这家乡 还相忘 情不知如何 终有我彷徨 奈何成人向往 任人欣赏 徒留我梦一场 怎么还渴望 和你共赴天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太昌 自于为徒游